我想说你自己记什么 不是说好我记吗 对对对 好那是我的问题不好意思 好反正就是大家好 然后就是这边是疫情纾困方案咨询会 然后今天的话 就是因为 今天的话就是主要是把我们的那个标记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后台资料的呈现画面 然后我们呈现出来的资料 大部分都是靠着就是这个对象的标签 来做帮大家做分类 就是大家如果去我们的网站 前端的网站搜寻的话 是靠着这个标签去帮忙 跟后台资料做连接的 然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个问题 是现实的政府的措施 之前的话是只有把 现实政府的一个纾困专区的连接 或者是它HackMD上的连接放上去而已 那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经过讨论之后觉得说 就是我们如果把现实政府的措施 一个一个拉出来 然后各自作用图表的话会太细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话 是把现实政府的措施 都导引到HackMD的那个连接上 的那个县市政府的那个区域上面 然后让县市政府的那个区域 可以就是直接被 那个想要搜寻到资料的人给看到 然后他们就可以根据那个资料里面 提供的一些资讯 去做进一步的搜寻跟联系 那应该是因为就是我们很想要 让这些来搜寻 县市政府输出措措施的人 能够知道说他自己的族群 或者是他 譬如他是一文工作者 或者他是一个原住民 或者他是一个 可能是中小企业主 他想要知道说有没有相关的 县市政府有没有提供相关的措施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再直接去找中央的措施就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是 在AirTable上面把对象的这个地方 依照纾困措施相关的咨询 去加上一些标签 譬如说嘉义市政府 嘉义县政府提供的纾困措施 包含了血绝缓针 包含了一文事业相关的补助 包含了原住民族相关的补助等等 那我们的话就是 透过AirTable的标格的格式呢 去加上这些相关的标签 然后这个标签都会显示在这个对象这边 就是对象的这个列表里面 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标签 然后它的栏位会直接连接到 就是这个主要的纾困方案资讯的 这个标单上面 那这个标格呢 这个标单或这个标格 就会变成是我们网站呈现资料的一个基础 然后共笔的资讯 我现在有点不太方便开 但没关系 反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我们的共笔上开 因为上面整合了非常多 不管是县市政府的纾困措施 还是就是民间提供 县市政府的纾困措施 专案部位的纾困措施 以及民间还有大专院校 所提供的纾困措施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对这个专案有兴趣 然后想要加入的话 都可以先去看那个共笔 因为共笔上面 则会帮我整理了很多 就是to do跟讨论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讨论的东西 有意见 有想要自己表达 自己的想法的话 都可以在共笔上直接做编辑 那如果想要帮忙做后台 主要的整理的话 都可以直接透过表达 那个共笔上面的连结 直接进来这个表达里面 然后协助做 比如说像是这边宜兰线 它还没有做族群的标签 那就是可以直接进去 那个共笔上面宜兰线的部分 然后呢 是慢慢把那个宜兰线的 相关的族群标签抓上来 然后把它放上去 然后因为那个AirTable它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 就是在你自动抓 抓标签的时候 你只要打上几个字 那只要已有的标签有了 它就会自动往你显示出来 那直接挂上去就好了 非常的方便 所以你不用同手再打一次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一起 就是这个也是对信参者 蛮友善的一个专案 只要你会输入 然后收集表单或表格的话 都可以来试试看 对 然后一起帮大家的 一帮那个纾困政策 还有纾困方案 这一份例 因为我们这一份资料 主要就是想要整合 就是中央地方 还有民间 还有大专业校等等 各种地方提出来的 纾困资讯 所以希望 这个资料还在 持续的完善当中 那大概是这样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今天的报告